好,各位同學來看看C Thesis 第四十三條 這兩條問題就是兩句Statement 我們看看兩句Statement True or False 如果有兩句都是True的 我們就看看第二句Statement是否第一句 第一句Statement的Explanation 我們看看這個 第一句Statement Without a screen, a real image cannot be seen by an observer 是不是我們沒有screen就看不到real image 我們想想,我們其實 任何的images 我們都可以被見到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那些images 如果看不到的話,那這個images是甚麼images 其實叫做images,叫做影像,就是我們看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東西,What we can see 所以不理會是real image還是virtual image 所以我們都能夠看 那是不是沒有screen就看不到呢 那又不是的 Virtual image我們沒有screen都可以看到 real image沒有screen都可以看到 平時我們用一塊lens,convexlens,然後放在任何物件前面 然後你看到東西倒轉了 那那些情況 其實就是form了一個real image 而你看到它,你都沒有需要用到一塊screen 所以revised screen 它不能夠看到這句話是錯的 而second statement Image of an object formed on a screen is always real 在screen上面的就永遠是real image 這個就正確的 這個也是我們甚麼為之real image 我們怎樣可以分辨判斷它是real image 就是因為real image就是我們的光線 真的有去到那個image 光線真的有去到那個image 好快地畫一幅 大概是這樣的 光線會聚在一起的 去form上一個image 這些光線真的有去到那個image 那就是real image 如果沒有去到那個image 而我們只是把光線向後 延伸,向後追蹤,找到那個image那些 就為之virtual image 光線沒有去到那個image 這些是有去到那個image 所以我們 放一塊screen在這個位置 光線就會投射了在這塊screen 所以就會form到在screen上 我們所看到的image 所以這句是正確 所以第一是false,第二是true 我們看回答案就應該是d 就是gvere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個 可惜 大家有去到那邊 照顧 我們在這兒